平川说冷静,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抗 游人组,大战暗夜 简称人精大战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组ID叫Sunder 翻译成中文好像是顺雷的意思 Sunder是韩国的第三大人组 你说他是职业选手嘛,也算是 但其实目前只有 只有估计前十的职业选手才是专职打魔兽 其他的职业选手都是兼职打魔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魔兽行业不景气 虽然比赛多 但是冠军老是被那几个顶尖的垄断 所以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奖金不是很多 需要考一份其他的职业来养活自己 Sunder的话据说他的职业是一名模特 他的哥哥就是鼎鼎大名的Lucifer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暗夜精灵 来自于欧洲的一名暗夜选手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这边首发的是QG老陆的一个首发 首发老陆 我们看一下他的战争古术在哪里 战争古术还是比较常规放在这 人族,这里吧,首发大法师 现在人族打暗夜 大部分还是开矿的打法 而且暗夜也可能会开矿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双方的一个选择 Sunder Sunder的话打这个 在我印象中啊 他打这个顺风局啊 非常厉害 打逆风局的话 跟顶尖的高手打逆风局啊 老是会犯一些错误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他的对手这一次呢 也不是特别的顶尖的选手啊 我们看一下 暗夜精灵是一路练 练过来 看一下人族开不开矿 这里人族派一个步兵 好,各种搞破坏 哎,我们看一下 这个步兵能不能把这个 四季的绿皮经验值给抢掉 摸一下 哇,还真被他给抢到了 可以的啊 这Sunder秀起来了 那暗夜精灵有点尴尬啊 KOG到现在还没有到二级 有点尴尬 好,人族要开始练分矿了吗 家里还是没有身本 不农民应该是开矿的一个打法 好,我们看一下 暗夜家里已经放下了猎手大厅 我直接双兵营暴女恋 如果这个时候人族开矿 那暗夜精灵嘴都要笑歪了呀 开心,是吧 逼心,开心 你只要开矿 我双兵营暴女恋啊 一下把你给拿下 现在KOG 没得选了呀 等级太低了 只能够双兵营暴女恋忙一波 人族把KOG赶跑 好,准备 还是要开矿 那开矿就好 暗夜精灵双兵营暴女恋啊 这个战术 哇,死盖的三贯王啊 就是倒在这个战术上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上来 直接是小精灵搞破坏啊 把野怪给勾醒 然后人族慢慢练 这里小精灵过来想抱一下 可惜对方的水源 所以现在状态很好 KOG 树人 拉出来战斗一下 AC来了 女猎手暂时没有来好 终于抱到了水元素啊 KOG到二 又缠绕了 那现在人族练的也是比较的伤 哎,AC妹妹 倒下 雷武机关能练掉吗 不过大法师有三级了 大法师有三级 二级水元素比较扎实 经验值啊 还是被大法师给拿到 这边还打了一个蓝牌 这大法师的装备 确实有点磕牙 哎 K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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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十四滴血 叫了个回程 那这一波人族 嗯 为了练这个矿 这个战死也是有点多 好 把暗夜大部队赶跑之后 矿还是要开 这两个树人 搞破坏 人族家里暂时没有生本 那暗夜家里也没有生本 真的是双兵云暴女裂打到底了 那人族呢 是一心想开矿 按道理的话 现在有二级的水元素啊 这个防暑起来也是非常的猛 残血的单位 可以泡泡温泉啊 这张地图上有两个温泉 KOG回家 嗯 井水一喝 满血满蓝 再一次回到战场 那这一波人族分矿 危险了呀 两个女来手 现在是晚上 还可以隐身 大法师有没有买粉 买了粉 还是比较的懂啊 那现在是人族 看能不能把这个矿给敲起来 哇 四个小精灵 这个水元素也可以爆一下 来 小精灵去爆一下 小精灵不想爆了吗 他想 思考人生 好 这里步兵继续追杀这个KOG KOG要围杀 大法师了 大法师身杀好 有TP 这里步兵摸一下KOG 双方 互换战损 这里小精灵 跟着KOG干嘛呀 这里编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哎呀 有一个女猎手倒下 没有围住这个大法师 对 大法师比较的硬 是吧 现在有二级的水元素 那暗夜精灵先撤一波 哇 那这人族要把矿开出来 暗夜精灵就很难玩了啊 KOG得找机会继续去补一下状态 大法师等级太高 而且还有一个蓝牌 两个 两个头环 确实输出 还有魔法制都比较的给力 那KOG重新回家 再补一下状态 好 女猎手的数量非常可观了啊 有六个女猎手 又拉了三个小精灵过来 刚才是拉了四个 这一波小精灵一来 人数的分块还是很危险 如果能起来一两根剑塔啊 会比较好守一点 那现在并没有塔 好 大法师二级水元素一招 那小精灵来了 小精灵就是处理一下你的水元素 来来来 水元素爆掉一个 两个 哇 一个水元素爆三个小精灵 暗夜精灵也是非常的难受啊 那现在人足矿 还是开不起来了 KOG满血满了 再一次回到战场 女猎手一丝血 拉回家 这里要不要缠绕啊 留下一下对方的步兵来 哦呦 差点来了一个围杀 现在大法师有邪 继续去追杀一下残血的女猎 这边女猎手的话 大战这边步兵 哎呀 被围杀了 有点尴尬 现在他也没有机会围杀大法师 对 一铲 一围 一杀 来了 这里步兵卡个位置 帮大法师 是吧 隔出一点空间过来 好 一个散血的步兵倒下 那按道理 女猎手打步兵是比较好打的 不过暗夜精灵杀性比较严重啊 他一直想秒大法师 好 围住大法师直接交TP了 那这一波人足矿 开不起来 主要选择升本了 现在 一定要 升到二本 升到二本 估计能扛住这一波Rush啊 现在暗夜精灵要的就是 造几个BP在前面 造几个BP 后面暗夜精灵 什么啊 咦 有一个防守的地方 那现在水元素太猛了 小精灵又过来爆 小精灵数量不太够 好 先把这个水元素给处理一下 KOG这个等级 也是慢慢起来了 现在人组塔 看能不能起来 剑塔一定要起来 你猎手直接怼加 现在人组非常的难打啊 你猎手打步兵 非常的爽 还有一点小弹射 残血的女猎手可以拉回家 晚上之后可以泡温泉 好 塔没有起来 人组这一波好像走远了 大法师身上也没有TP了 KOG现在啊 蓝也不多 是不是想围杀一下 人组民兵要不要敲 说实话 民兵这边农民也不是很多了 好 上来想杀大法师 大法师现在这个血量 不是特别的健康 不过一个二级水元素又起来了啊 那暗夜精灵 有没有小精灵啊 过来爆一下 人组家里不能随便进去啊 进去之后这边 民兵战斗起来还是比较凶 这一波打完之后 暗夜精好像没有撞到想要的一个目标 人组靠这个二级水元素 强撑了一万年 再加上民兵 好 人组哇 二本要升好了 我们看一下 守了一万年 终于到二本了 雨过天晴 看看美丽的彩虹能否出现 好 水元素搞掉 那又招了一个水元素 大法师在里面的话 商店造好了 慢聊一天 这里小数人可以去摸一下 把对方的药膏给打断 现在双方英雄都是四级多一点 大法师继续偷偷的点 女方女猎手 女猎手就卡一个位 呀 没有卡住 那再把这个水元素给处理一下 人口方面 现在人组二十人口 暗夜精灵的话 46人口 残血的小女恋 全部拉回家喝井水 当然最好是能天黑 天黑的时候去泡温泉 那就疏损了 好 人组喜欢二发山丘 但是祭坛好像起不来 那没办法 只能够选择兽王 这边前线要造BP了 人组这一波还是很难顶 这一季的人精大战 打得相当的暴力 一般来说 人组只要二本之后 出点火枪 还有女巫 就比较好守了 而且这个大法师 等级也比较高 这里又想杀兽王 这里想杀兽王 但是对方这个输出 有点给力 女猎手 我又倒下一个 缠绕一下 现在女猎手数量不太多 不敢为 大法师 水元素 配合这边的一个 小野猪 输出有点高 KOG四季败了 好 残血的小步兵赶紧回家 大法师回家贴个慢聊 现在双方打的还是比咬的拼 暗夜经营 家里的话 女猎手疯狂的喝井水 疯狂喝井水 喝完之后赶紧过来前线战斗 前线五个女猎手 家里还有三四个 这里KOG 小细节很细啊 打一下 兽王的一个药膏打断 一个水元素又招出来了 这一个水元素感觉能打三个女猎手啊 哎哎哎 这女猎手卡住了赶紧拉开来 泡个温泉去 搞掉 大法师这里的话 哇 补个法力药水 大法师又可以招N多水元素了 现在暗夜经营有没有钱去买小精灵啊 小精灵把对方的这个水元素给抱一下 哇 又一个水元素招出来 人族就靠这个召唤物来防守了 好 一丝写的女猎手拉开来 这边兽王 哎 吃了一个血瓶 哇 又一个女猎手打掉 大法师这个输出比较给力啊 平衡一下将近四十 这里BP还是起不来 又重新造 重新造 但你这个重新造的话 资源损失也是有点大 哎 大法师有点膨撞 你钻出来 好 这一波秒大法师了 大法师要是被秒了 那人族基本上就没了 这边想隐身大法师 怎么钻出来了 哇 暗夜经营一个巨大的失误啊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这大法师没有秒掉 好 拆一下啊 你的塔 把塔插完 大法师的水元素又招出来了 QG五级了 小精灵爆一下这个水元素 爆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这里再补个伤害 哇 快女猎手女猎手拉回家 补个状态 现在双方21人口打39人口 人族人口还是落后非常的多 现在就看英雄的成长性啊 人族就是和对方互换战水 只要我英雄等级起来 尤其是兽王啊 这个兽王到三级之后 这个召唤我就非常的凶 现在暗夜精灵女猎手 好像越来越有点撑不住了 水元素 水爸爸站在这里 一个人能打三个女猎手 打着打着女猎手就得去泡温泉 好 小精灵过来 能爆掉吗 哎呀 差一点再补个伤害 好 水元素干掉 QG五级半了 这一局QG有可能打到六级啊 水元素又招了出来 这里想打瓦师给干掉 大法师一身血跑到里面去 哎 这里想强冲强冲强冲 大法师 哇 直接又吃个血瓶 暗夜精灵心碎了呀 这大法师疯狂钓鱼 你进来 哇 QG要被反杀 有个单船 可是你单船了 这两个女猎手怎么办 这里大法师卡个位置 很细 这边堵住了 过不去 哇 两个女猎手 招个战营反影 哇 这一波 暗夜精灵疯狂被人族各种套路啊 好 桑德又一次防住了 人口方面 暗夜精灵还是领先啊 现在暗夜精灵38人口 人族21人口 21人口60块钱 真的是快弹尽两局了 不过两个英雄抵住了 两个英雄扛住了 三具的水爷爷 哇 扛在这里 你这十个女猎手 感觉也打不过呀 这里温泉泡一泡 搞破坏 不过呢 哎 我有隐身 晚上可以隐身 好 人族现在不太敢走 还是先在家 手一手 把水元素照出来 有点吓人啊 这边KOG五级半 空了两个群补啊 刚才就觉得群补太少了 女猎手这个续航能力有点差 打一会就得回家休息 现在继续练 主要是把兽王练了三 三级之后 无论是找这个二级战鹰 还是二级猴猪都很强啊 尤其是这个二级的战鹰 因为对方没有什么对空能力啊 只有KOG一个人 KOG一个人肯定是搞不过 好 女猎手过来看一下 人族有没有把分框给偷起来 一看没有 很好 刚好人族也去看一下暗夜 有没有偷啊 防人之心不可无 是吧 好 KOG来了 这次又拉了三个小精灵 三个小精灵不够看啊 这一集的话 暗夜精灵一直没有升奥本啊 没办法 这个小精灵疯狂的自爆 哇 这个木头不够 好 三级水爷爷 一个人顶在前面 哇 水元素太强了 你那时候看着他都有点无奈 好 一个缠绕 围杀一下 这边兽王成功到了 诶 差多少经验值啊 差八点经验值 马上到三 这里看能不能杀开小精灵 杀开小精灵 小精灵 哎呀 好 暗夜精灵 再一次大军压境啊 这一波 人口还是有点高 诶 这一波要杀兽王了 来一个围杀 这里堵个孔 有飞艇在 飞艇一招 诶 我小豪猪也招上去 好 大法师下来 鲁游兽王到三了 鲁游王到三 哇 直接招二级战营 就欺负你没什么对空能力 这里水元素继续爆一下水元素 三级水元素再次打下 诶 大法师大法师 缠绕时间能不能久一点 大法师 哎呀 又上了飞艇 哇 这一局桑德 有点秀啊 这个飞艇 把暗夜精灵 嗅到了脑口疼啊 这一波 看看KOG倒了六啊 局势能不能有一些变化 倒六一局之后 女猎手啊 最起码这个补给问题 可以解决 这个BP还是起不来 怎么办 二级战营 没人能处理他 只能KOG一个人来打 好 这里顶着战营 要围杀这个兽王 兽王 哎 飞艇又来了 一森雪又上去了 那里把这个水元素给处理一下 水元素又干掉一个女猎手 这边一个女猎手 要被战营给弄掉 好 幸好战营时间到了 哇 这三级的水爷爷太强了 小精灵又要拉到浅线去 这木头还没踩多少 又得拉到浅线去自爆 好 残雪的 先往回拉扯一下 围杀一个 哎 六级了 KOG KOG六级了 看看要不要回家 回家去吃个蓝品 哇 这个水元素数值太高了 女猎手 两人伤害倒下一个 这KOG就围杀了半天 不敢围了 这里想帆补 好像没有帆补成功 还是被对方给弄掉 那接下来 暗夜精灵要被对方秀惨了 小精灵抱一下 KOG终于到了六级 六级之后 哎 有没有缠绕 哇 桑的秀起来了 飞艇 我上 我下 我上 我再下 又来了 暗夜精灵现在38人搞好 大瓦尸 被缠绕住 吃了一个血瓶 nice 兽王也下来了 那这里暗夜精灵的话 来了一个车子 哎呀 这个车子来的 不是时候 因为现在女猎手 前线站不住啊 你这个车子 更容易被打掉 大老师下来 又招一个水元素 我缠绕你一下 不让你乱动 这一边KOG的蓝 其实也不算很多 哎 大老师有点危险哦 好 又有一个血瓶吃掉 雷兽王 追下来一个车子 现在又开始秀 又开始秀 哇 个太秀了 水元素终于可以弄掉 人口方面 暗夜精灵36人口 女猎手回家 疯狂的喝紧水 这一局的话 暗夜精灵至少出了50个女猎手吧 现在大法师 这一局了 我们看见大法师 这个三级水元素 真的是强 二级战鹰又来了 这两个英雄 疯狂的召唤物 然后回家 买个血瓶 哎 给大法师第一个 想刷大法师 门也没有 大法师 跑到里面去 哎 我又上飞艇了 暗夜精灵 要不出点AC吧 把这个飞艇给搞掉 这不搞掉的话 被对方秀的 有点惨 有点惨啊 好 人族 哦 拉了一个小农民过来 完了 这个矿业是开起来的话 暗夜精灵更加没有机会了 暗夜精灵 嗯 这个打起来的话 还是头比较在铁啊 好 人族 虽然在家里搞得一团乱 但是这个局势 嗯 还是稳住了 继续飞艇带着大法师 现在有南乌了 南乌一战 可以驱散对方的一个缠绕 还可以给自己两个英雄 是吧 加血 这个战鹰又来了 KOG对空的能力有点扣脚 战鹰表示 嗯 丝毫不放眼力 哎呀 你现在女猎手站不住 出这个弩车 好像也没啥用啊 来了 大法师 三级水爸爸 水爷爷啊 又召出来了 第一时间缠绕大法师 那大法师身上有血瓶 兽王身上没有血瓶啊 给了血元素处理一下 哇 一丝血 上飞艇 兽王又下来 追杀你一个车子 JG3的游戏体验满分 有一个飞艇在 你没什么对空能力 真的是嗅到飞起啊 二级战鹰又招了出来 现在人族分矿 马上开起来了 家里继续拉了四个农民 过来五个农民敲 战鹰继续追杀你这个车子 暗夜精灵的话 也不出点AC妹妹 过来杀小精灵了 小精灵疯狂自爆 本来木头就比较的缺 没办法 KOG到现在还没有放过一次大招啊 KOG身上蓝一直不太够 每次的话又用缠绕 限制对方的英雄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这个战场能回到人族家里吗 人族家里现在 哇 这个难物的数量越来越多 关键分矿要开出来了 暗夜精灵还是硬着头皮 赶紧把战线拉到人族家里去 KOG的话家里精神全部喝完 小精灵继续造 找机会爆对方的一个水元素 来了来了 女猎手继续往人族家里冲 那人族家里有两根塔啊 剑塔一个 剩塔一个 这里战鹰又疯狂骚扰 KOG六级半 这一波飞艇依然坚挺啊 诶 这还挺家运 好 人族分矿开起来了 而且还补了一点塔 这一局暗夜精灵走远了呀 大好局势 居然被人族给顶住了 刚才这一波 当然有好几次围杀大瓦师 居然被大瓦师给破口了 二级战营 现在战斗力就如此生猛 这要是到三级战营 那还了得 KOG这一次继续冲锋 那现在想把人族给骗出来 人族骗出来 一把缠绕 诶 看一下 这一波能不能把大瓦师给秒掉 飞艇暂时好像不在 好 飞艇赶紧反应过来 赶紧接应大哥 大哥有危险 战鹰 哇 这个女猎手隐身 有点自欺欺的 战鹰是有反应的 好 大瓦师 诶 还在小角落 现在的问题就是 暗夜精灵没什么对空能力 就靠KOG一个了 诶 这一把缠绕大瓦师 大瓦师 哦 大瓦师有血瓶没有吃 这一局局势又不一样了 这一局的话 桑得有点膨胀 既然没有操作大法师 血吃血瓶 他应该默认的话 可以上飞艇 没想到来了一发缠绕 现在人族有火箱有女巫了 那女猎手更加打不过了呀 只能够秒对方的英雄 这一次受网 有没有机会 诶 好 围杀一下 那这个时候飞艇要赶紧来啊 这飞艇再慢一会儿 大哥又要没了 飞艇来了 但是KOG身上没有蓝 缠绕不了 哇 暗夜精灵心碎了呀 我费尽一切心思 把对方英雄围住 结果对方 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走了 KOG 掐着一算 家里井水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 喝点井水 全家老小小精灵 全部拉到来 主矿已经踩空 但是人族有分矿啊 这个分矿一万多关系 慢慢踩 主矿马上也踩空了 人格方面 人族已经反超了 现在桑德好像是想养猪 他并没有着急进攻 这个分矿开得很舒服 存款的话也有一千多块钱了 压务吃人口 大瓦斯 祸油 要装备藏目放下 重新吃一下 好 大瓦斯这一局 估计要打到六级啊 KOG已经七级了 那KOG这一次 应该能放大招了吧 全家老小拉过来 小精灵把对方英雄 还有法师部队 全部爆空 好 瘦王召唤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里KOG在哪里 来了 缠绕一下 现在开个大招 呼 这个大招能抵中吗 我们看一下 好 引个身 大招加血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 小精灵在后面爆一下 把瘦王全部爆空 哇 这里又一波小精灵 两对小精灵 把对方法师部队 还有英雄蓝 爆的差不多了 现在水元素怎么处理 瘦王又一发缠绕 好 这一波有机会 又杀了一个瘦王 小精灵再把水元素给爆掉 对 再把男女巫状态给爆掉 哦 有机会 好 想杀大瓦斯 哇 现在人走有钱啊 双框在手 也想杀大瓦斯 缠绕时间 对方吃了个血瓶 奶回去了 哇 这一波暗夜精灵 还是非常有机会啊 差一点 只是可惜 没有想到人走有分框 有钱 这英雄是随便买 现在暗夜精灵 还是没什么对空能力 只靠KOG一个人对空 完全不够 那现在暗夜精灵 去分框一看 彻底死心了呀 这 本以为 有一丝机会啊 没想到是 对方好像是羊猪 哇 一看 心碎了呀 这对方还有分框 要不象征性的拆一拆 KOG大招差不多又好了 KOG 往后撤一下 不要被对方的圣塔给打到 好 人走过来反打了 三级水元素再一次一招 我这边战鹰招出来 KOG开个大招 但是开大招的女猎手也扛不住了 哇 人族的火力太猛了 说王四级 那暗夜精灵打出激进 我们攻击人族三的 这一局 哇 翻手反击啊 打得非常的不错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